中山二院的事我觉得越来越离谱了 为什么离谱呢 首先当苏世成团队的学生集体患癌后 学生先是被苏世成踢出了群 而当事情继续发酵后 苏世成跳出来说是谣言 但是却不报警 任凭造谣者抹黑他和医院的名声 而后呢 当官媒对此事提出质疑后 这个实验室则立刻被拆除了 而他们拆除的理由是消防原因 我就闹了闷了 你们的实验室余情汹涌 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为什么偏要在这时候拆除呢 这时候把实验室拆除 就跟火车出事后 把火车头埋起来有什么区别 而且再仔细扒一下 你会发现 更离谱的是这个事件中的当事人苏世成 他的导师是宋二位 而宋二位的导师是苏冯熙 而苏冯熙的侄子呢 又是苏世成 而苏冯熙的儿子是苏安 而宋二位的儿子 是宋世贱 而宋世贱的老师又是苏世成 而且这些人又和中山二院 以及各方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要知道这些人中 可是有院士身份和洁青身份的 但是看看他们这背后复杂的关系 我只能说他们到底是不是在抱团 是不是在利用家族之间相互提携 我也不得而知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件事越往深了巴 我越发现他真的是越来越离谱 也越来越诡异了 好